好,请同学帮我打开课程资料夹里面 一样基本操作练习的这个图档 然后呢,我们切换到茶具的这个场景 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呢 有带同学来做过了慢反射的设定 就是去设定这个茶壶的颜色 那这个章节呢,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反射 反射,反射是什么? 物体吸收光线以后 反射光线的结果 反射光线的强度 还有呢,去计算反射的图像 我们绝大部分的物体都会有反射 就是反射的强与弱 反射效果比较强的可能是我们的瓷器 反射效果比较弱的可能是我们的窗帘布 那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反射的效果 那它这个就是在计算 好,物体吸收光线之后 物件反射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等一下呢,请同学帮我来新增一个材料 好,我们去添加材质 通用 名称要不要改随便你 点开它,我们先新增一个慢反射的颜色 好,假设我们选的是这样的一个暗红色 确定 然后我们把这个材质套在我们的茶壶上面 你可以针对这个茶壶,对它快速点两下 进到群组里面去之后 Ctrl A全选 然后呢,回到我们的材料面板 按下右键选择第二个 将材质应用到所选择物体 这时候呢,我们就添加进去了 好,添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在外面点一下 跳出来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渲染 好,我用互动式渲染 点选互动式渲染 你会发现呢 我现在这个茶壶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暗红色 我们上一堂课就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反射 反射预设值它这个地方没有开 好,是黑色 颜色越白,反射越强烈 颜色越暗,反射越弱 好,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瓷器 我希望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射光泽 我可以从这边往右边拖 越往右边 你会发现它会反射出环境的一些影像就出来了 它开始反弹光线出去了 好,同样的意思 为什么会反弹光线 代表它的表面是平滑的 好,越往右边 反射强度就越来越强 你会发现呢 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 好,我们把这个画面再拉近一点 对不对 这个茶壶就能够反射出外面的镜子啊 窗户啊,天空啊 的一个感觉 好,这是反射强度 瓷器比较强 好,布料可能就比较弱 好,大理石比较强 木地板可能就比较弱 好,就是可以去调整 你要去观察生活中的一个反射的一个强度 再来 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改色 反射中带有一点颜色 这个通常我们不会去用它啦 譬如说我今天把这个反射的颜色调成黄色 好,我们选一个黄色 好,这个时候选择确定 你会发现呢 在反射里面还带有一点黄 好,这个用到的机会不多 好,我们把它调成白色就好 好,确定 好,再来 这边有个叫做反射光泽度 好,同学有时候会对这个不太理解 它有另外一个解释 反射光泽度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反射之后的影像模糊程度 值越大 反射出来的影像就越清晰 越光滑 代表物件越光滑 值越小 代表越模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材质球 这个材质球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反射 这边可以稍微调大一点 如果你这个画面太小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往下 稍微调大一点来看一下 反射光泽一的时候呢 代表是最清晰 然后呢 也是反射的强度是越强的 反射光泽度是越强的 越光滑 这时候你稍微往右边拖一点 你会发现一样有反射光泽 但是呢 高光的部分呢 就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模糊 好 当你把这个往下拉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这个茶壶有反射 但是呢 反射出来的影像没有那么清晰的 好 这个就像一些所谓的紫砂壶 好 紫砂壶 如果你调的反射光泽大一点 它就是一般的右面的 好 稍右的一个茶壶 对不对 你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调整 好 这边就是紫砂壶的感觉 好 可以从它的反射出来的影像 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好 像这个天空啊 还有我们外面的这个窗户啊 都能够反射出来 这边呢 反射不出来了 好 它反而就雾雾的感觉 好 这是所谓的反射光泽度 你把它想成是反射影像的模糊程度 好 这样子就会很清楚它的这个用法了 好 这边请同学可以试试看 好 这都是我们的反射的效果 好